我們看完了四系列的COOB之後 這個雙門的轎跑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比較實用性的Grand Coupe的部分 我們請艾大帶我們來看看 其實FORG Grand Coupe呢 其實它的整個的車格 雖然看起來好像跟我們剛才看到 雙門轎跑有點像 細節處有很多不一樣 當然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關於其實你剛看完了 四系列的雙門跑車之後 因為反而其實BMW 在它車系編程上面做了一個 很完整的調整 因為其實以往 它是承接三系列的雙門 但它現在獨立出來成為四系列 但你可以發覺 四的Grand Coupe 是所謂的我們Photocoupe的設定 那等一下我們打開門 你就知道有些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其實四系列的Grand Coupe 在這一台車型上面 其實是第二代的車型 第二代的車型 那第一代的車型 其實也好幾次來到我們這個棚內 上次我們母親節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 不是也開了這個 寶藍色的這個四系列的Grand Coupe嗎 那其實現在新世代 這個第二代的Grand Coupe 整體在長寬高 都比起前一代更加來的放大 甚至它的軸距拉長了之後呢 把兩個這個輪距 前輪距及後輪距 都在更加的放大 創造出更好的一個乘坐感受 以及乘坐的空間 還有非常棒的操控表現 那當然在這個尺碼放大之後呢 它一樣維持著 B&W慣有的什麼 前50後50的比例配重 讓你擁有一個完美的操控表現 那在這個Grand Coupe上面 還有哪一些特點呢 其實我剛剛講它雖然長寬高放大 但是它的風阻係數的比起上一代 更加降低 來到了0.26cd 那很難得 它刻意的好像有跟這個Coupe 來做一個區隔 是沒錯 不過呢從車頭的部分猛一看 你會覺得說啊 是不是四的Coupe跟四的Grand Coupe 很難以辨識 其實說實在的 真的有一點點難以辨識 不過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四系列的 這個Grand Coupe 很難能所在的地方 就是說你很難得看到一部 Ford Doe Coupe 這麼的跑格 這麼的帥氣 首先我們還是要看到這個 著名碩大的這個水箱護照 你會發覺其實這一個水箱護照的尺寸啊 在四的Grand Coupe上面 比起四的Coupe 還要更加來的放大 是真的是要眼睛夠力的人 才能夠分辨出來 像我們這種猛一看 會覺得好像是差不多 實際上它是有加厚的 那當然這個水箱護照呢 這麼大的尺寸從它當初啊 從產線錄出的照片開始 一路的這個有在網路上面 創造出了非常大的一個討論熱度 所以也在這個 全球知名的這個 社群網站上面 獲得了非常大的一個關注 現在可以堪稱是這個 全球最受到注目的車型啊 沒錯 也就是BMW的四系列 那當然水箱護照 現在要兼具非常多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 這水箱護照裡面其實封起來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它這個 有一個進氣起壁的功能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電動的車型上面 你就會發現 這是完全的一個平面設計 封閉的 封閉式的 那這邊上面這個點點 你會發覺很特別對不對 其實很好看喔 很好看 我知道說我們現在 愛戴你介紹這個是430嗎 對 Grand Coupe 而且他也有做了一個 進階的M Package的套件 沒錯 其實現在這個4的Grand Coupe的 標準配備全車系 都是這個M Sport的這個套件 但是以這一台430的車型來說 他有選了一個進階的 這個M Sport的進階套件 也就是說你會發覺水箱護照是黑化的 包含它的這個車側的窗框的部分 也是高亮度的黑化的設計 所以其實更加的具備有神秘感 那當然原廠這一次setting的 這一個車色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高貴 高級有質感 好再繞回來水箱罩的部分 你會發覺 其實水箱道現在真的要兼具 非常多個人 中間有一個攝影機對不對 其實下方這邊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有一個矩形的設計有沒有 這個設計其實裡面暗藏的 就是它的跟車雷達 就是它AIDAS 對 它融入在水箱罩裡面 然後讓它做成一體化的設計 還是擁有這個顆粒狀的一個 這個點綴造型 所以其實相當的特別 再來在430的Grand Pool上面 配置的是 雷射頭燈 在頭燈的這個點亮時 你會發覺 其實也不用等到頭燈點亮 在平常開車日行燈點亮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喔 這一台車是高配的頭燈 有沒有 有 有 這一點就是很特別 讓BMW粉絲們 很容易的就可以辨識出來 這一台車的規格是比較棒的 對 是不是 接著現在我們請冠儀讓它車側的部分 來看一下 冠儀 你可以發覺 一樣這台車是M Sport的一個版本 所以它也配置了什麼 M款的鋁圈 但是這個M款的鋁圈 雖然還是雙色切掉 但是它的造型呢 形式不一樣 Y4形是不是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4系列COOP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輪圈裡面的卡鉗的部分 你看到還是一樣是M款的 藍色塗裝的一個這個造型 對 藍色塗裝的一個卡鉗 那在葉子板上面 在M的這個背景下面 你可以看到新的一個 這個AirBreeze的設計有沒有 所以它的側賽部分 也是屬於進階的部分 進階黑化的 那這個AirBreeze的造型 一路延伸到車側的最尾巴 這個L型開的還蠻強的 這個L型一路延伸到車子的 最尾彎的部分 在前輪在後輪的前方部分 你看到沒有 如果我把車門打開 你會發覺這一道 AirBreeze其實包到了什麼 包到了車門固定裡面的內側 其實鑽石盆蠻新世代的設計 但是我們打開車門的時候 怪異你有沒有發覺一個很大的特點 它的這個造地燈 跟一般很多車廠造地燈 裝在這個後照鏡上面 會開門的時候 造地燈跟著跑來跑 其實完全不一樣 這個車型呢 無論你是開門還是關門 造地燈都維持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這個造地燈的設計 而且它的面積非常大 對 面積非常大 對 那當然它的造地燈 其實是隱藏在我們A柱下方 隱藏在A柱下方 所以啊 這個隱藏的位置好特別 所以別人拿比如說Owner們 記得洗車的時候請你的這個 要清洗一下 洗車的這個祭司呢 要記得洗一下這個 造地燈的這個點亮的地方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剛剛我們開門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是一個無窗框式的設計 是啊 對不對 還有一點車門把手 來來來 過來你看一下 這個車門把手跟我們已經 一般B&W用拉的已經是不一樣的 什麼意思 它是屬於上線式的 有沒有看到 它還要有一點點力道 它是不是有一點吸附的感覺 我們開的B&W都是 拉的把手對不對 就傳統的那種 傳統的把手 那這個新世代的把手 其實你再仔細回想一下 跟我們上次看到那個B&W電動車 有一點像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對 所以這個都是屬於比較新世代的設計 那麼Grand Cooper呢 我們剛剛講 它的車身尺碼都經過了放大 接下來呢 我想請冠儀上來後座 幫大家體驗看看 這個後座的空間表現 OK 我坐進來 它是不是比較低啊 比一般的車子還要更低一些 雖然它的車身高度是有拉高的 但是乘坐的坐著點還是比較低 當然它是一部跑車 所以它的那個坐著點 是比較低一些些的 讓前座跟後座的乘客 都能夠擁有 坐在跑車裡面的一個感覺 基本上啊 我覺得Grand Cooper 它好處是在於說它的實用性 你看我的西部空間 甚至於連頭部空間 都有到一個拳頭 我的頭部空間喔 它外型很帥 沒錯 可是頭部空間還是有的 那它座椅的舒適性 也就是保有BMW該演的後座 所以它利用了坐著點的降低 讓你的乘坐感受是跑車 再加上車身尺碼的加高 所以它的後座的空間 並不會有任何的急促感 而且讓後座的乘客呢 沒有任何的壓迫感受 重點是上下車很便利 上下車會是很便利的 雙門的話基本上就是帥啦 沒錯 它還是維持你看 冠儀你看 它還是從B柱開始下修 它的車身線條對不對 是 它是比較後面一點點下修的 沒錯 那接著到車尾的部分 冠儀你會發覺 這個是我個人最喜歡 Grain Club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這個尾門 其實是屬於上纖的一個設計 冠儀幫我們打開一下 後床的尾門好嗎 好 你有沒有發現 電動的一個尾門 然後全副的打開 所以它尾門的一個 開口的面積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 方便你放各式各樣的 大型的行李啦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說的 那個Hashback的感覺 它有點算是Fastback這種 這種五門先輩 有點類似五門先輩的一個設計 開啟的方式 對 那當然你看 在這個大的尺寸的開口底下 裡面這一個行李箱的空間 其實相當平整 是 也相當快闊 這樣子就已經足夠擺放 兩副的高爾夫球具了 這樣子喔 可以擺這樣子 而且你看它兩邊 因為是做比較凹的 沒錯 所以高爾夫球具 可以完整的放進去 雖然你這個看起來的空間是很大 但是它實際尺寸呢 是在後座沒有傾倒的狀況之下 是有470公升的一個傾倒 那麼其實它的後座 第二排的後座 也可以做424的一個分離傾倒 第二排還可以傾倒 第二排的後座 透過424的分離傾倒 如果在全部傾倒的狀況之下 整個行李箱的這個空機 達到了1290公升 非常大 是啊 我沒有想到 既然它可以做到這種轎跑 還可以做到實用性 沒錯 那當然你關起了這個尾門之後 你會發覺這個新世代的LED 也是在編代部上面最慣用 現在最流行的一個L型的一個燈條式的設計 3D立體式的設計 沒錯 那M包呢 其實在後下巴的部分 也有看到也不一樣的一個表現 當然也是全黑化 包含了左右單軸的一個排氣圍管 這個是430的車型所獨有的一個設計 那講到430的車型 我們還是在談一下它的這個動力 它一樣是採用B48的引擎 不過卻是一個新世代改良型 進階版的B48引擎 那當然它這一次呢 原廠有特別的去告訴大家說 它把整個排氣機管整合在什麼 整合在它的引擎氣缸頭上面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可以讓這整個排氣的效率 跟散熱的功能 甚至在排氣廢氣排放上面 有大幅度的降低以及減少 我覺得這個是品牌 除了在車子很帥氣 然後給駕駛人非常好的感受 給乘坐者非常不錯的一個乘坐體驗之外呢 對於地球環保節能減碳 這件事情上所做的一個很大的努力 對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了 是屬於雙門的COOB的系列 以及這個Grand COOB的系列 其實他們在這個整個的懸吊調教上面 也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呢 車型的設定上面也不同 那至於內裝的部分 到底有哪一些精彩的呢 知悉帶我們來看看 來冠宜上車上車 這個外觀這麼帥 車內不能有落差對不對 是的 當然這個以B&W全新的四系列Grand COOB來說 車內的風格 其實大家應該有見過幾次 因為其實它跟不管雙門的也好 或是跟三系列 其實有一些些的相似 都是非常有跑格 而且很豪華的 那其實這套系統 冠宜其實自己本身也很熟悉 是 有一些界面不同 一點點而已 對 但差異不大 那我覺得這套 這整個內裝 也就是所謂的B&W的全數位虛擬座艙 有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就是它的鋪陳 它整個Layout 我覺得是很跑格的 對 就是跟不管雙門 或是今天看的Grand COOB車型 我覺得外觀都是很呼應 就是整體的駕駛的氛圍 還有當然因為M Sport的套件 所以你也具備有M Sport的方向板 所以整個握桿啦 那在駕駛的時候的回饋 都非常的棒 那以今天的車型來說呢 當然M Sport有一些基礎的配置 不過呢 首先我們做的這兩張座椅 就是有選配過的M款跑車椅 跑車椅的座椅 所以比較厚一些 比較厚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 包覆性 它的整個骨架 其實跟M Car 基本上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它多了很多 譬如說泡棉 譬如說豪華的Vernesca的真皮 都讓舒適度再提升 不會像M Car那麼戰鬥 就是很像那種硬邦邦的 賽車椅的感覺 所以它的豪華 它的舒適氛圍 其實都還是有兼顧到 而且這兩張 我覺得它的體型的兼容度比較高 譬如說像 譬如說像冠宇 我跟你好了 我們比較瘦 有時候椅子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不夠薄 對 其實它在兩側的腰口 蝴蝶翼的部分 都可以做單獨的夾緊 還有全電動 當然也有記憶的功能 那除了兩張椅子之外呢 剛剛講的全數位的虛擬座倉 其實有幾個部分建構 最大的重點 當然我們發動之後就會發現 10.25 秤的全數位的數位儀表 那包含全數位的重控的螢幕 這些建構都會讓你的使用 是科技介面非常的好的 那其實呢 以我前方這個儀表板來說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它的顯示的功能資訊 左邊右邊 其實都可以自己的切換 那甚至包含你打開你的 比如說Personal Copy的安全系統 它也會在上面 顯示路況 那因為 而且可以辨別三車道 沒錯 因為它是一個最新的 主動安全系統 所以兩側的來車車道的功能 都會顯示在上面 包含也有像現在地圖的圖字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中間的螢幕呢 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iDrive 7.0 那其實它的呈現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說法就是 它比較圖像 所以它的顯示 我覺得是很直覺 你想要什麼功能 基本上你在滑動的時候 很一目了然 不會有太多文字 不會太多文字的選擇 所以操作起來很便利 有沒有 坐車啦 設定 那包含你的導航的系統 其實在上面都很清楚 那甚至呢 因為今天我們 畢竟在四季列上面 它是 它不算是一個入門車系 比較定位是比較高階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 在駕駛的狀況下 你要使用倒車的時候 它也有很方便的環境的系統 是 它有360耶 對 同時你可以看你 周遭的一些狀況 甚至倒車輔助功能 記憶50公尺 你來的一個路徑 倒車的時候 方向盤都可以 你交給它去控制 其實都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所以呢 這些功能都是比較偏向在 科技面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剛剛也講了很多 在它的設計 浩浩的氛圍 其實我覺得在操控的部分 真的一向還是BMW比較在乎的 那當然我們的坐姿 還有方向盤的位置 包含它前後5050的一個比重 你會發現在 其實它整個車格 算是比較大的一台四系列來說 其實你坐在駕駛座內 真的還是一個跑車的感覺 是 因為我們的左座點都比較低 雖然它是Grand Coupe 沒錯 如果你坐在Coupe 就是雙門的轎跑裡面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左座點 更像跑車 對 那當然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氛圍的營造 在設計上面 其實是非常的用心 當然很多駕駛的部分 它其實不會讓你有太多的分心 因為其實它有配置前方的台頭顯示器 那顯示的功能跟我們可能在一些 國產車上面看到的又不太相同 它甚至連安全的系統 導航的圖資 你上面是無線的 Apple CarPlay 熟悉的互聯 它都可以投射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看便利性完整度 都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這些功能實用性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B&W這幾年的操作 有跟另外一個品牌很像 就是Volvo 他們不太會依車型的等級來區分配備 譬如說420 430 主要的差一幾個 譬如說Harmacard的音響 台頭顯示器 還有我們上方的天窗 這樣子 其他基本的科技的配備 豪華的配備 都是全車系的標配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呢 我們講的這個操控為主 駕駛人之車的B&W 一定會講到它的性能 其實在駕駛模式的部分 除了我們現在一發動的時候的 Comfort 然後Sport 甚至是Sport Plus 它其實都可以做自由的切換 那因為在M Sport上面 它本身就有具備有M款的跑車選調 那今天這款車又有在選配電子 它有電子的選調 所以你甚至可以按Adaptive 它可以自動的去偵測前方的路況 你可以做車輛的 即時的調整你的回饋 其實這些功能性 往往可能要在更高 四五百萬的跑車超跑Supercar上面 才會有 你在這樣的等級 這樣的級距 其實能夠升任 一個很家庭Family Car的 Forto Coupe的車型上面 也都可以享有 我覺得這就是新世代這種跑房車 最大的魅力 對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想要買一台帥帥的一些跑房車 可是我又想要進去使用性 家人坐在車內 也能夠感受到豪華的氛圍 坐起來也比較舒適 那駕駛者導向的 有沒有這些高科技的設計 全部都包圍著駕駛者 所以坐在駕駛者 爸爸也會覺得很開心 很享受